第五人格全联动返场预测分析 因为我的私信真的很多人都在问某某联动是否会返场 什么时候返场的问题 所以本期视频索性直接来分析一下第五人格所有联动近两年返场的可能性 本期视频较长 制作不易 前排先求一个一键三连 并且声明一下 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都是UP本人的预测 大家把这个视频当做一个娱乐视频来看待就可以了 每个联动是否返场以及什么时候返场 都应该以第五人格官方发布的消息为准 在去年周年庆的时候 第五人格官方就已经说过 只要和合作过的艺术家或者同个IP版权方再次联动合作 那之前的联动皮肤就可能会返场 加上今年伊藤润二联动以及P5联动的返场 给第五人格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高峰 所以现在真的是只要第五人格活得久 没有返场不了的联动好吧 并且官方在卧谈会当中也多次提及 联动的返场主要还是看玩家的呼声以及版权方的意愿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按照这样的返场标准 来逐一分析第五人格的所有联动 我们首先从至少有两个联动精华的大型联动开始 第一个就是女神一文录武 作为最早的大型联动 在今年迎来了返场以及新内容 目前该联动仍然没有结束 下半年还会有皇家版的新内容 以往的内容也还会继续返场 这里我们就不多说了 第二个大型联动是枪弹变驳 该联动于2020年上线 然后在2023年迎来了返场以及新内容 近期因为第五人格抖音官方多次使用枪弹变驳的BGM 很多人都在猜枪弹变驳是不是会返场 但我个人觉得去年才返场过的联动 近期返场的概率应该不大 不过目前该联动的呼声还是比较大的 或许2026年之后有机会返场 第三个大型联动是名侦探柯南 目前早期的大型联动当中只有名侦探柯南没有返场过了 所以该联动近两年返场的概率应该是名列前茅的 并且名侦探柯南联动返场的呼声也是比较高的 可能唯一的缺点就是最重磅的柯南的皮肤不能在对决当中使用 希望第三弹的时候可以把柯南的皮肤给到小说家 同时名侦探柯南中的人物比较多 要做第三弹的新内容也是比较好做的 我个人觉得该联动在明后年有较大的返场概率 第四个大型联动 约定的梦幻岛 约定的梦幻岛是2021年上架的联动 现在也是已经过去三年了 所以这个联动明年返场的概率也是非常之大的 从呼声上来说 约定的梦幻岛肯定比不上几个知名度极大的大IP 但是联动皮肤当中的皮塔 东以及依莎贝拉在玩家眼中还是非常活跃的 我之前也是多次提及约定的梦幻岛可能会在明年返场 首先第一个原因就是第五人格官方在卧谈会当中 多次回应了约定的梦幻岛联动相关的问题 去年卧谈会中也是回应了P5联动相关问题 结果今年就迎来了返场 从这一点上来说 第五人格官方肯定是有意愿返场约定的梦幻岛联动的 第二个原因是国际服六周年 第五人格官方转发了约定的梦幻岛作者 出水迷人上为第五人格六周年画的贺图 并且出水老师连续三天发布约定的梦幻岛 与第五人格的联动内容贺图 从这一点上来看 联动双方是有非常友好的关系的 想要再次合作那应该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这里也让我想到此前有谣言说 伊藤润润老师不满第五人格 后来伊藤润润老师亲自下场辟谣 并且第二年就返场了伊藤润润联动 所以所有信息整合到一起来看 约定的梦幻岛近两年返场的概率真的超大 第五个大型联动文豪野犬 从呼声上来说 文豪野犬可以说是目前第五人格 所有IP联动当中呼声最高的联动之一 齐格的私信也是被问爆了 虽然文豪野犬联动2023年刚下架 但是近两年第五人格新入坑 以及回忧的玩家非常之多 加上文豪野犬IP本身的热度 以及联动皮肤的质量 所以想要文豪野犬联动皮肤的玩家 还是非常多的 此前第五人格官方的宣传PV上 有出现过文豪野犬的海报 大家都在猜测文豪野犬是不是马上要返场了 但是我倒觉得和这个东西没什么关系啊 反正就呼声上来看 返场文豪野犬对第五人格来说 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可以趁现在第五人格热度还比较高的时候 返场一波文豪野犬 然后再出一段新的内容 热度和流水应该都是比较有保障的 接下来就看第五人格官方 以及版权方的意愿了 如果大家真的很喜欢文豪野犬联动的话 也可以在每个月的卧谈会问卷调查当中多多提及 接下来是只有一个联动精华的联动内容 包括杀戮天使和4月1日零一事件簿 首先是杀戮天使啊 今年以来反常的呼声还是非常之高的 一方面是杀戮天使联动中的杰克的精皮 以及小女孩的紫皮 热度都非常之高 尤其是杰克的皮肤扎克 目前在藏宝阁当中的价格也是比原价翻了好几倍 另一方面是杀戮天使官方在外网多次和第五人格玩家互动 说明杀戮天使官方还是有意愿再次合作的 接下来就看第五人格官方怎么安排了 反正我个人是比较看好这个联动在近两年返场的 4月1日零一事件簿的话联动皮肤的热度和质量都一般 加上该联动是去年下半年的新联动 目前返场呼声一般啊 近两年返场概率不大 接下来是没有金华球的中小型联动 第一个是伊藤润二精选级联动 今年刚返场过 近两年应该是不会再返场了 第二个是剪刀手爱德华 这个联动已经是2019年的老联动了 目前已经过去五年时间了 今年我们相继迎来了伊藤润二和P5的联动返场 大家可能觉得轮都应该轮到剪刀手爱德华返场了吧 此前第五人格官方的宣传PV当中 出现了剪刀手爱德华的海报 然后返场呼声就变得异常高涨 作为早期为数不多的可以用紫手兑换的联动之一 我相信很多人都是非常期待剪刀手爱德华联动返场的 但是呢有一件事很多新玩家可能都不知道 就是剪刀手爱德华这个IP的版权费非常贵 官方以前也说过 第一次弹的时候是没有弹下来的 加上该联动是可以用紫鼠兑换的 流水上的话可能不太能有保障 你要说这个联动IP能带来多少人气 我倒也觉得不见得 因为这个联动可能是早期联动当中热度最低的一个 我如果是策划的话 我觉得要返场的话可以安排在年底 毕竟是冬日主题的联动 圣诞节这个节点就非常合适 加上圣诞节还有圣诞节的主题是说上星和返场 大部分玩家的紫鼠肯定都没有那么充裕 那么就可以带动一部分紫鼠不够的玩家课金 并且也能消耗玩家的紫鼠存量 而圣诞节一过就是新年 又是需要消耗紫鼠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 尤其是年限金 基本上大部分玩家都愿意花紫鼠去购买 毕竟是限定皮肤 如果说第五人格官方对年限金比较有自信的话 确实可以在圣诞节安排返场剪刀手爱德华 反正我只能说这个联动要返场还真的挺难的 第三个联动是肯德基联动 此前有谣言说肯德基要出第三弹联动了 然后官方紧急下场辟谣 但是官方提到我们和KFC联动未来还是有机会的 至少这点看来联动双方的合作还是比较愉快的 所以我觉得第五人格与肯德基近两年再次联动的概率还挺大的 第四个联动是BDuck联动 这个联动今年刚返场 近两年大概也不会安排返场了 第五个联动是LiveFriends联动 该联动是2022年的联动 目前也是已经过去两年时间了 今年5月份的卧谈会当中 官方回答了LiveFriends联动的相关问题 提到暂时没有返场计划 主要还是看大家的呼声和版权放了意愿 同时今年很多第五玩家在LiveFriends的官方旗舰店直播间 询问是否可以再次和第五人格联动时 LiveFriends那边给的都是非常肯定的答案 所以目前的话就看第五人格官方怎么安排了 布朗熊和可尼兔两款联动皮肤质量都非常高 返场的话流血应该是比较有保障的 而且LiveFriends人物众多 完全可以像三立欧联动那样再出几段新内容 第六个联动是时光代理人 该联动只有一款联动皮肤 并且该联动皮肤质量一直被诟病 返场呼声不算特别大 催优化的呼声都比催返场的呼声要大很多 不过优化的话是有概率会安排返场的 而且明年有时光代理人第三季 所以近两年还是有一定的返场概率的 第七个联动是联田光丝联动 今年年初刚返场过 近两年返场的概率很小 中国航天联动 这个联动本身是纯福利联动活动 目前没有什么返场呼声 近两年返场的概率并不大 三立欧联动 近期刚结束的联动 返场肯定没有那么快 近两年返场概率不大 飞人灾联动 今年刚出的新联动 返场不会那么快 近两年返场概率不大 最后一个是弹载派对联动 刚结束的新联动 近两年返场的概率是比较小的 不过两款游戏都是网易自家的游戏 以后要谈返场应该也是比较容易的 那么以上就是第五人格 所有有高级皮肤的联动的一个返场分析情况 我个人觉得第五人格近两年 新的大型联动是有点少的 去年主要是返场弹丸论破 今年主要是返场P5 下半年的福尔摩斯 我觉得应该也凑不出两个精华球的内容 大概率的话是商城联动 按照第五人格这个返场联动的速度来说的话 以往的老联动要不够反了 我觉得要维持热度的话 仍然需要一些新的质量高的大型联动的加入 希望明年第五人格能在返场以往的联动的基础上 也多谈一些新的大型联动 像目前呼声比较高的魔法少女小园 鬼灭之刃等都是非常不错的联动选择 视频最后的话再次强调一下 以上所有预测都是up本人的分析 经常我预测一个东西返场 结果没有反场就有人来质疑我怎么不反场了 我想说的是我也不是策划 我说的话是没有什么重量的 我所有预测视频你们都应该当做娱乐视频来看待 预测中了算我运气好 没预测中那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后续的联动受反场应该以官方发布的消息为准 到时候官方有什么新的联动或者联动反场的消息 我也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做排气视频